荷蘭的梵高博物館說 調查有組織犯罪的意大利警方 矯獲了2002年從該博物館被盜竊的 兩幅荷蘭藝術家梵高的作品 該博物館網站刊登的聲明說 雖然經歷了14年,兩幅繪畫看上來狀況良好 兩幅作品都沒有畫框,有損壞跡象 兩幅繪畫分別是 《斯凡寧根的海景》以及《離開尼厄亂教堂》 博物館方面說 《斯凡寧根的海景》是梵高早期畫風的典型代表作 是1881年至1883年期間 梵高在海牙時期創作的兩幅海景作品當中的其中一幅 《離開尼厄亂教堂》是一幅小型油畫 描寫的是梵高父親擔任牧師的那幅教堂 這幅畫是他為母親在1884年創作 但1885年梵高父親去世後 他在畫的前景部分加入了一些離教堂的人 當地警方說這幅畫是在特集一個犯罪組織過程當中被發現 等待會兒的影片 我們下期觀看 50 again 問我們下期觀看 還有中共